2015年8月逃亡到俄罗斯的阿扎罗夫和同样叛逃的前总统亚努克维奇 以及一同叛逃的其他乌克兰前官员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拯救乌克兰的委员会 他们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反对现在的乌克兰政府 2016年12月8日一个装有阿扎罗夫私人物品的公寓被发现 在阿扎罗夫遗留的物品中发现了数十件19世纪的圣像和宗教文物以及名家画作 还有银器各种古代纪念碧哥萨克军刀 2015年1月12日阿扎罗夫被国际刑警组织颁布了国际通缉令 乌克兰法院在阿扎罗夫缺席的情况下宣布对其进行逮捕 罪名是他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滥用职权 以权谋私挪用公款贪污受贵 以上是乌克兰前总统阿扎罗夫的履历 那么说到这里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当看到以下画面的时候 我想提醒一下各位你看到的不是某地的公园 也不是某个地方的景点 而是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的私人豪宅 占地面积已经无法用平方米来计算 这套豪宅不仅有自己的花园 甚至还包括大片的树林 自己家的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喷泉 还有各式各样的池塘 池塘里还有各种名贵的鱼类 进入到室内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各种各样名贵的植物 客厅里摆放的圆桌 甚至都是用水晶做成的 私人健身房里不仅有各种健身器械 甚至中间还摆放了一个拳击台 上下楼你还可以乘坐豪华的电梯 即便是电梯里也是金碧辉煌 在中厅里还有大型的水晶吊灯 其奢华程度比起八星级酒店也毫不逊色 洗手间里到处都显示着贵族气质 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些都不是假的 而是由真金打造 由于视频太长 雷哥在这里只能剪辑几个镜头 其实院子里还有自己专属的动物园 动物园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珍稀动物 看到这里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阿扎罗夫和雅努克维奇 组建的那个叫什么拯救乌克兰委员会 我想请问你想拯救的是你自己的权利和财富 还是想拯救饱受苦难的乌克兰人民 难怪雅努克维奇几次三番的任命阿扎罗夫为总理和财政部长 多年身兼两职 难道乌克兰就这么缺人才 一定要一个人担任两个职务吗 一国总理的工作有多么的辛苦 相信不用我说 大家心里也会清楚吧 现在看来原因终于找到了 好了各位朋友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明天再接着说